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上一期讲到孟景云大骂毛泽东 说他要当皇帝搞三宫六院 但是他们这些被毛玩弄的小姑娘 不仅不能像妃子一样 还有个名分 甚至连妓女都不如是被毛白白的玩弄了 根据孟景云回忆所写的 《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一书 孟景云与晚年毛泽东的关系 楚楚那都是老爷爷和小孙女之间 也词孙孝的那种温馨场面 毛泽东对孟景云那是爱护有加 而孟景云对毛泽东那也是真情一片 两人之间完全看不见有什么芥蒂 我们上期引述该书的内容 讲到孟景云被打成反革命 书中其实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他把真相给隐瞒了 成了《红楼梦》中的真是隐了 这也不能怪他 中国这个封闭的社会 中共的秘密那是多如流毛 静静也是多如流毛 要想获得一件事的真相 我们这些后来者就得念成火眼金睛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孟景云大妈毛泽东搞三公六院的部分真相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要回答的是 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孟景云破口大骂毛泽东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需要从毛泽东的这五朵金花 五个行人 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时的这五个革命小将 见了叶群说起 在叶群的支持之下 刘素元和邵景辉顺利的夺了空政文工团的权 分别成为文工团革委会的政府主任 号称是刘司令邵政委 据说当时在毛泽东的众多小情妇当中 刘素元又是毛的最爱 而刘素元在1967年4月还获得毛泽东的授意 决定联合军内各个名为造反派实为保皇派的文工团员 在5月13号举办会演 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25周年 不过这一场演出 最后就演变成了军队内的大舞斗 因为造反派不同意演出 并且在当晚组织了五六百人冲击演出现场 结果两班人是大打出手 最后有几十个人受伤 这场舞斗规模其实并不算大 不过就影响特别深远 还导致想在军中抓权的江青 那是大受打击 在事后秋后算账 江青支持的军中造反派 那是被关刘鹏的关刘鹏 被办学习班的办学习班 另外在事发之前 孟景云 陈慧敏和田宁三个人 就因为意见不合了 和刘夙元发生了冲突 他们就退出了硬骨头革命造反团 这三朵小金花 并且还到中南海去告欲状 可惜的是 他们这三个小丫头 在向毛泽东诉说 他们被打压的遭遇之后 毛对他们却采取了不理不睬的态度 我们在上一集讲过 孟景云的哥哥孟兆祥 是红旗革命造反派的头头 孟景云三个人 也由保守派变成了造反派 途到了他哥哥这一边 孟兆祥在五一山事件后 就被关进了刘鹏 而孟景云和陈慧敏 田宁三个人 后来也被文工团办了学习班 要他们交代问题 反省错误 正是被办学习班 孟景云和他的哥哥 才有了向江青写信 要向毛泽东 状告空军司令无法宪的事情 但是他们写给江青的信 就落到了叶群的手上 以致文工团对孟景云 陈慧敏和田宁三个人的批斗 也越来越严厉 后来还把孟成田三个人 给关了起来集中办学习班 他们这三个通天人物 空政文工团的三朵小金花 竟然被办学习班 当时在空军 也算是很大的新闻了 然而政治就是这样残忍 这三个毛泽东宠爱的小情人 自然也就不能去中南海 见毛泽东了 由于想不通 他们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下场 加上他们对毛的了解 那是比其他人都多 毛泽东却不帮他们 反而是偏向了刘树元一方 也可能是针锋吃醋吧 他们这个就自然对毛泽东 也有了不满 而他们在一起发牢骚的时候 孟景云的调子那是最高 讲的话也是最冲的 自然也就要大骂毛泽东 这个假皇帝大搞三宫六院 他们甚至被玩弄了 结果呢连妓女都不如 因为妓女还会有嫖子嘛 现在他们被办学习班 不仅见不上毛泽东一面 就更没有指望毛来搭救他们了 事实上孟景云当时 是多么的希望毛泽东 能够英雄救美 来救他们一把 然而他们不知道 自顾天子多寡恩 毛泽东却好像把他们给忘了 怎样才能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把他们救出火坑呢 这可能呢 也是当时孟景云 大骂毛泽东的动机之一 果然孟景云的话 引起了文工团掌权者的注意呢 而被上报给了毛泽东 只不过孟景云期望的救兵没有来 反而被抓了起来 成了反革命 被盘行 田宁在他出版的《红色回帽》一书中 就比较详细地讲述了事件的经过 他们当时在被办学习班的时候 刘树元等人指责这个孟景云 最严重的错误是 直接攻击毛泽东 起到了地修反 所起不到的作用 但是田宁认为 孟景云是他的闺蜜 而且去中南海的活动 他们都是一起去的 因此认为他们指责孟景云攻击毛泽东 完全是无限上纲上线 有一天 他们见到刘树元刘司令 气冲冲地闯进孟景云和田宁两个人的学习班 一进门就大哭大叫地喊道 气死我了 我非杀了你们不可 刘司令接着又说 团里有人揭发某某讲了反动话 说他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现在已经被专政了 这件事情就牵扯到你们中的一个人 这里的友人指的就是陈慧敏 然后刘就开始给他们做工作 终于孟景云就认错了 但是他只承认是自己违反了纪律 讲了不该讲的话 在孟景云大骂毛泽东搞三公六院的事情 得到证实之后 这个刘司令那是火冒三丈 一步就窜到孟景云面前 上手就打 雨点般的拳头巴掌 打在孟景云的头上 脸上和身上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 学习班看起来好像是要无限期的办下去 田宁回忆说 为了获得自由想来想去 他和孟景云觉得最好的办法 还是用自己的行动去说明问题 两个人商量好 就决定写一封血书 以此向毛泽东表达他们的决心和忠诚 当时被关押的地方没有纸 田宁就撕破了一件白衬衣 用纪念章上的鼻针扎破了手指 两个人一起在白布上 共同写下了 对不起毛主席 永远仅跟毛主席干革命几个字 写好血书后 孟景云和田宁向看管人员提出要求 请他向上面报告 希望与空军司令吴法县面谈 几天之后 吴法县果然来到他们的学习班 并且还接过了血书 在当天晚上 孟景云和田宁就被送回了文工团 算是学习班毕业了 不过他们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空军的调查仍然在继续 没有过多久 在查出孟景云骂毛泽东搞三公六院的话 仍然在扩大传播 孟就被逮捕了 当时是文工团有一个老师 听过孟景云骂毛泽东的话 也为此受到了审查 由于这个老师 他经受不住残酷的审讯和逼供 竟然就自杀了 这个老师的死 当时在文工团那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孟景云的厄运已经是不可避免 接下来他就被判刑 被送进了监狱 空政文工团 革委会当时还公开的宣布 孟景云的问题是文工团一号问题 不许问 不许打听 因为绝对不能扩散 谁讲他的问题 就是给毛泽东脸上抹黑 就是做反面宣传 就是攻击毛泽东 孟景云的问题 任何人也不能重复 谁重复 谁打听 谁就是现行反革命 孟景云被抓判刑 毛泽东知不知道呢 可以肯定的说 毛泽东是知道的 而且很可能的是 孟景云的判刑 都是他一手操纵的 前面我们提到刘素元 知道孟景云骂毛的话之后 那是吓得魂不浮体 怒气冲冲的 对孟景云说要杀了他 这在当年 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 是非常正常的反应 因为孟景云说的话 他也算是知情者了 他也有年代责任 搞得不好 甚至连命都可能没了 再想想 那个只是听了孟景云骂毛 搞三公六院的话 就被折磨的要上吊自杀 可见的问题是多么的严重 所以刘素元的那个恐惧 也是真实的 在文革期间 辽宁省有一个叫张志兴的 这个也是一个美女 就是因为呢 讲了几个 还不那么痛 不那么痒的反对 毛泽东的话呢 就被判处了死刑 并且为了防止他 在行刑前喊口号 还把他的喉管都给割断了 孟景云骂毛的话比张志兴的 那是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 他没有死 完全是因为他和毛 有着特殊的关系 以毛当年控制一切的手段 孟景云从被抓到判刑 他不可能不知道 空军的人也不可能不报告他 极有可能整个过程呢 都是毛泽东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的 试问 毛泽东怎么会亲手 把自己的女人给杀了呢 其实按照毛泽东的原意呢 自己的女人骂了几句话 那有什么大不了呢 对孟景云只是略加博程 给他点教训 就了事算了 不过抓人容易啊 那是放人难 两年之后 毛泽东觉得够了 要放了孟景云的时候 他竟然碰到了铁板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毛泽东最重要的盟友林彪啊 那是一手推动了 对毛的个人崇拜 林彪说啊 毛主席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 可笑的是 毛的后宫女人失火 发生了矛盾 他说的话不仅顶不了一万句 有时也就跟放屁差不了多少 以致孟景云的问题 那是迟迟得不到解决 根据田宁的回忆啊 在孟景云被抓两年之后呢 虽然他还是反革命的身份 他呢就被毛叫去中南海 毛泽东当时就问他 孟景云现在在哪里啊 然后呢又跟田宁说 孟景云不算什么反革命 年轻娃娃不知天高地厚 胡说八道被别人抓住了 这不算什么 习取教训就行了嘛 田宁呢于是就为孟求情 问毛泽东 诶 主席啊 孟景云是说错了话 我提到向您道歉 您看他还能回来吗 毛回他说 我看可以回来啊 田宁又问 他还能回到我们团吗 毛说 我看可以回你们团 可以说 毛泽东对解决孟景云问题的这个指示呢 那是很清楚的 不过当毛的指令下去之后 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竟然有人敢抗止不尊 而更加让人意外的是 对于抗止不尊的人 平时一眨眼就可以消灭敌手的毛泽东 居然是无计可施 一点办法都没有 再说田宁回到文工团之后 就跟着文工团的刘司令呢 一起去找空军司令吴法县 和吴法县的老婆 吴办主任陈隋奇 向他们报告了毛泽东 关于对孟景云问题的处理指示 吴法县夫妻当期就表示 毛主席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后来 牛树原去中南海跳舞的时候 毛泽东也对他说 听说你们空军抓了孟景云 赶快放人 他没有过错嘛 他告吴法县有什么错 可见毛泽东不仅知道 孟景云骂了他 也骂了吴法县等人 可见的是不仅毛泽东 两次的旨意执行不下去 吴法县的承诺也打了水漂 一天又一天 一月又一月 孟景云都没有回到文工团 实在是等得不耐烦了 田宁又去找刘树原问他 吴法县不是答应办吗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呢 哪知道刘树原一脸不高兴 对他说 你急什么 总要给别人时间嘛 田宁认为刘树原当时呢 仍然没有谅解孟景云的错误 就这样 孟景云的问题给拖了下来 而毛泽东对刘树原等人的抵制呢 也无能为力 虽然孟景云是他心爱的女人 刘树原也一样啊 手心手背都是肉 这个盖世肖雄在他宠爱的两个女人中间 结果左右不是人 如果说毛泽东一言九鼎 搞个人崇拜了 已经是登峰造极 刘树原奉旨不尊 可以说是打破了毛泽东 一句顶一万句的神话 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奇迹 大家要知道 像周恩来 像林彪 在毛泽东的淫威之下 哪里敢说半个不字啊 但是 刘树原是个艺术 仗着与毛泽东十多年的 炮友的情谊啊 硬是把他的小情敌 孟景云呢 往死里整 甚至连毛的话都敢不听 我们可以想一想 假如刘少奇 周恩来 林彪等人也像刘树原一样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根本就玩不下去 当然这只是假设 因为历史呢 是没有如果的 我们再说回 落难的孟景云 孟景云这个毛泽东的 半个小同乡 这个毛泽东的女儿和炮友 盼星星盼月亮 希望毛泽东对他伸出援手 救他出苦海 然而是月复一月 年复一年 孟景云最后都差不多 失去了希望 从1968年2月开始 在铁窗内关了几个月之后 孟景云才开始被允许 出外劳动 一年之后呢 他被送到了西安的大理农场 劳改 之后呢 他又被送到甘肃南州 在一个军工厂里面呢 做小雷达 这个时候 他可以写信了 但是并不能自由写信 根据军工厂领导的指示呢 他只能给文工团的领导写 有理由相信 如果不是发生 林彪外逃的问题 由于毛泽东当时已经发话呢 孟景云的问题 有可能会早一点解决 但是令人惕笑皆非的是 林彪外逃居然呢 也影响到了孟景云的命运 1971年9月13号 因为和毛泽东的矛盾呢 尖锐化 林彪在仓趣之下呢 驾及外逃 结果摔死在蒙古国的温多尔汉 这样一来 写进宪法的接班人都难逃一死 文化大革命遭到了迎头一击 不得已呢 有所见温 更重要的是 由于是林彪夜群集团的一员 刘素元也遭到了清算 被赶出革委会 不过对刘素元来说 更难接受的是 他也被赶出了中南海 毛泽东也把他扫地出门了 即使是这样 孟景云也没有马上获得解救 只是在通信上有了更多的自由 于是 孟就开始周围写信求救 包括林彪913事件之后上任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 田宁也开始了和孟景云通过写信联系 直到1972年5月 文工团革委会的新头目 才给在南州监狱中的孟景云写了一封信 说他虽然犯了严重错误 考虑到他的改造态度 还比较老实 所以提早解决他的问题 不过话是这么说 最后解决孟景云问题的 不是空军 而是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 据说这还是毛泽东 亲自安排李德生办的 在街道空振文工团来信不久 就来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 把孟景云带走了 把他送回了离北京只有几十里地的桌线 尽管他的问题已经宽大处理 也做出了结论 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但是他不能进北京 更不能回文工团 原因还是孟景云的问题不能扩散 他在桌线也只是待了几天 只允许他的哥哥少少去看望了他 他很快就被悄悄地送出了北京 送回了他的家乡 湖北武汉 也恢复他的军级 并且补发了他几千元的工资 由武汉军区负责安排他的工作 孟景云被分配到武汉一个军队的医院做了护士 他就由一个舞蹈演员成了病人护理员 这样子折腾下来又是一年过去了 1973年春回到老家武汉的孟景云已经是25岁的大姑娘了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这个在当时来说已经是大宁青年的美女 大概是已经做完了中南海宫女的美梦 而是回到了现实 也开始考虑起个人的婚姻大事 虽然他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 但是他天生逆之 在中南海早已经经历过男女之事 找个丈夫了并不困难 很快他就结婚成家 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然而孟景云不是一个干预寂寞的女人 在空军文工团和中南海的经历 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太多的诱惑 他仍然是念念不忘 想再次回到空政文工团 田林当时还保留了一份 孟景云在1972年9月11号 写给文工团领导的信 信中承认自己说错了话 说林彪反党集团挖出后 听说很多人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只有我的问题没人解决 心里怎么不痛苦和着急呢 目的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向上 反应尽快处理 请您把意见和要求向上级首长 反应一下回京复查 加上当时孟景云的哥哥孟兆祥 在林彪事件后成了空政文工团的英雄 又有了地位 到了1975年 孟景云经过长时间的云量之后 决定上北京去讨说法 要为自己平反 这一期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继续讲孟景云的故事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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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